欢迎收看3月20日的开市起跑线 南谷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下跌 恒生指数一度跌穿16,500 最低见到16,492 收报16,529 下跌208点 跌幅1.2% 成交906亿元 国际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分别 下跌1.2%和1.8% 故生股市昨天先升后跌 三大指数都以全日最低位收盘 上证中子和深圳城子分别下跌0.7%和0.6% 成交维持过万一 港股昨天盘面上大型科技股 权重金融股多数下跌 理想汽车新车订单不及预期 据报管理层考虑下调目标 汽车股跌幅明显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电量 全额保障收购新规 4月实施旺孵股 逆势上扬 国际油价创立四个半月高位 石油股也表现强势 中海油再度逼近历史高价 技术上 恒生指数跌穿100天移动平均线 走势有转弱迹象 如果跌破16,500 就可能要下市50天线的支持 该线限时处于16,166附近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建涛基层板 股票代号1888 建涛基层板2023年度业绩呈现倒退 总营业额同比下跌25%至167.51港元 股东应占至账面存力为9.071港元 下跌52% 不包括非经常性项目 之股东应占基本 存力为9.911元 下跌51% 但下半年度业绩较上半年度 有所改善 主要由于集团 肤同面板部门积极拓展 新的市场领域和新客户 并全力推动终端客户认证 目前拥有更加庞大 及多元化业务的客户网络 同时产品组合优化 取得理想进展 展望未来 肤同面板去库船周期 基本已见底 出口订单逐渐回升 新能源汽车及其周边产品 例如充电车等需求迅速增长 光复等清洁能源普及 以及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 与其肤同面板市场会逐步 其稳反弹 有助提升2024年的毛利率 集团用于AI 顺利的相关低介电常数 低热膨胀细数产品 均已完成产品开发 国产材料比例高 目前正在与客户进行 全面测试 配合集团PCB和行业需求 正积极推向市场 建议买入价5.75元目标 6.4元只选位5点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内地股市下跌 上证指数最多升5点或0.17% 高见3090点后有估压涌现 大势回软 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收报3062点 跌22点或0.72% 成交4469.31亿元人民币 深层值反复下滑 最多升32点或0.33% 高见9785点后 成压转跌 尾段跌幅扩大 以全日低位收市 收报9696点 跌56点或0.58% 成交6310.1亿元 两市成交合计1.08万亿元 连续两日超过1万亿元 日经方面 亚太区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 日本股市连升两日 重返4万点大关 日经平均指数先跌后升 尾段升幅扩大 以全日高位收市 收报403点 升263点或0.66% 度质方面 美国联储局展开一连两日的一席会议 美国债息自今年高位回顺 华尔街股市周二先低后高 道指高开29点后 一度转跌29点 其后持续向上 伟单升幅扩大至332点 高见39122点 美市收市 道指仍升320点或0.83% 报39110点 要指到涨0.56% 报5178点 那指转阳0.39% 报16166点 美元方面 美会在联储局召开一席会议期间上升 美会指数一度轻微升穿104水平 在纽约尾市升0.2% 报103.82 石油方面 国际汽油价格 再升至于四个半月高位 市场评估俄罗斯链油厂受洗的影响 纽约基油收市报每桶83.47美元 升75美鲜 升幅0.9% 黄金方面 纽约期金收市微跌 美元上升令金价受压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2159.7美元 跌4.6美元 跌幅0.2% 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中文字幕文字幕短